那就是不可以 那就是不可以 心里有进化 要不要不要 哈喽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头上这个 非常有空气感的日气卷发 教你如何用这种小直径的卷棒 卷出这种空气感的大卷 而且会带一点这种发丝感和湿发感 教你在一种平平无奇的卷发中 拖影而出 第一个部分呢 先来讲一下刘海的处理 那第一个就是你要先选好你的卷发工具 特别是刘海部分的话 我觉得选择这种比较小一点的甲板 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卷发棒我们在卷的时候嘛 你看就这个地方 经常会对着我们脑门的位置 我之前用卷发棒卷的话 是给我自己在楼头这边烫上过的 先找出所有的刘海部分 那像这么多就是我全部的刘海 然后把它梳平 梳平之后呢 从这个眼头的位置上去 把你的刘海一分为三 中间甲的时候一定要快 就这样 像左边这个刘海夹的时候呢 要这样竖直 然后往左边撇 然后呢 右边的刘海也是 把它夹住之后呢 往右边 像耳朵的方向 这样拉一下 这样子对我来说 弧度比较自然的一个刘海 就夹完了 包括侧面的部分 看着额头也是比较饱满的感觉 然后如果你们有像我这样子 就是这个分发镜的位置 特别明显的话呢 可以用手指直接滑一个 这种小Z 不要太大 就是把左右两边头发都勾起来 正面看的时候会显得你颅顶这个位置 头发是比较蓬松的 就营造一种假的高颅顶的感觉 然后我们来处理下面的部分 今年不是非常流行这种 就是大卷发棒 特别是38 40的这种 但是有一点真的要注意 就是特别对于西远塔的女生来说 卷发棒的直径越大 卷出来的卷也越松散 同时它就越容易消失 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 怎么用我们手边这些28 25 可能已经闲置的 直径相对比较小一点的卷发棒 卷出很自然 但是呢 维持时间又比较久的这种 盆松感卷发 卷之前呢 可以先折一点这种 对我们头发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 精华或者是乳液 沿着这个耳朵的位置 上下分区 分区完之后呢 这一处头发再分成两份 然后我们现在处理前面的部分 我们先给这撮头发预热一下 这样会让你的头发更容易上卷 而且卷出来的弧度也会更持久 这次卷发棒呢 要跟你的这个头发 成一个90度的夹角 就是平行于地面的 然后我们直接这样子往里面卷 不要卷一圈 就差不多卷半圈这个样子 然后还是停留5秒左右 然后把卷发棒反一下 刚才铁片在外面 现在铁片在里面 把它再夹进去 给它再卷半圈 还是停留5秒 再放进去反方向卷半圈 拿出来 再换一个方向 把铁板向下 记得在这个接近尾部的地方呢 甲板一定要往外卷 你再把你的头发拿手指 这样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这样把它绕起来之后 直接 直接这样子 还是竖着状态 然后直接缠到这个卷棒上面 然后把下面的部分都处理完 处理头顶的头发 也是把这个头发一分为二 前面这个头发 我们夹的位置会偏高一点 差不多是从你嘴角的这个位置开始夹 往内半圈 然后放掉之后呢 再慢慢移动向下卷半圈 依次重复这个弧度 一直到你这个头发的长度 跟下面头发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上面的头发 它的尾部是要向内卷的 整脱卷完之后 还是把它给转紧 然后从这个发尾的部分 开始卷 这个时候卷棒就是垂直于地面的 现在整体的卷度和发量都OK之后呢 我们就要营造这种日系卷发的凌乱感和这种空气感 需要一点这样的发泥 或者是那种专用的精油 然后呢 扣一点到手心的位置 给它搓热之后 挑一些你自己想要做造型的发术 尽量就是细一点 再把这个头发给转紧 转紧之后从下面直接开始卷 这个头发我们因为刚才加过发泥 所以它在卷完之后 这个头发仍然是这样比较偏向于一整根的感觉 然后你一侧的头发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搓几根 我一般会在五根左右 你看我完成左边之后 明显这边的发色感和这种空气感 就会来得更加强烈一点 然后我们把右边也复制一下